世纪审判 2015年巴黎孔西案开庭 日本议员警告 中共可能在5年内攻打台湾 习近平受病军困扰 西部战区一年内换4将 民调落后 选情告急 默克尔力挺同党接班人 香港之联会领袖等4人被捕 英国外相谴责中共 娱乐圈持续遭整肃 中共官媒点名范冰冰和郑爽 中国一线城市的楼市全面遇冷 上海成交量大跌40%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直升TV 今天是美东时间9月8号星期三 一起来关注一组最新消息 9月8号 法国启动了 针对2015年巴黎系列恐袭案的世纪审判 此案规模巨大 停审期将长达145天 20名被告中有14人将出庭受审 共有330名律师参与 300名受害者出庭作证 民事当事人有近1800人 因此被称为世纪审判 2015年11月 巴黎多个地点遭遇自杀式袭击和枪击事件 共造成来自26个国家的130人丧生 350人受伤 是法国领土上发生的最严重的恐袭事件 在袭击发生后不久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布对此负责 时隔近6年 巴黎特别巡回法庭 开启了对这起恐袭事件主要嫌疑人的审理工作 此案的被告共有20人 其中14人将出庭受审 另有6人缺席审判 其中5人已经去世 如果罪名成立 其中12名被告可能面临终身监禁的判决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 在宣布开启这次庭审听证会时 这件案子的主审法官佩里耶斯说 我们今天开始的审判被描述为历史性的 不寻常的 这当然是历史性的 因为这些事实 这一巨大悲剧的强度 让它成为了本世纪法国和国际历史事件的一部分 他说我们都必须维护司法的尊严 报道说 听审在一个有550个座位的大房间里进行 里面大多数是穿黑袍的律师 还有几十个民间团体和记者 被告将接受为期9个月的审判 其中包括恐怖杀手突击队中唯一幸存的成员 阿卜杜勒·萨拉姆 阿卜杜勒·萨拉姆被宪兵包围着 站在包厢里 他声称 他放弃了所有的职业 成为一名伊斯兰国战士 是想证明 除了真主 他没有别的神 默罕默德是神的信使 资料显示 31岁的阿卜杜勒·萨拉姆 是摩洛哥后裔 在比利时出生 持有法国国籍 当时他丢弃了身上的自杀式袭击炸弹腰带 逃离了袭击现场 调查人员之后发现 炸弹已经失灵 4个月之后 他在布鲁塞尔被抓获 这次审理初期主要是处理一些程序问题 但从9月28号开始 大约300名恐袭幸存者和受害者的亲属将出庭作证 其中包括法国前总统奥朗德 案件相关的卷宗档案共有542卷 总计100万页 9月8号 日本自民党外交部会会长参议员佐藤正九发出警告 中共党魁习近平很可能企图在2022到2027年这五年间拿下台湾 佐藤正九是在出席台湾国策研究院举办的台日2加2对话 与台日中三角关系座谈会时发表的这一看法 他说中共意图拿下台湾今后五年是最重要的时期 中共将加大对台湾的施压力道 现在时间已经很短 而日本也感到急迫的危机感 因此美日台应当加快脚步 成立防卫合作机制来应对 佐藤强调台湾如果被中共封锁 日韩经过台海和巴士海峡的石油生命航运线将受到威胁 造成石油短缺和油价飙升 严重冲击日本经济 他认为日台应该通过执政党之间的合作 把台海纳入美国的核子保护伞之下 否则无法牵制中共 他说台湾如果没有美日的协防 绝对无法抵抗中共的侵略 日本国内有共识 当台湾有事时 日本就会和美国共同协防台湾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他说日本拟定的战略情境 是当台湾有事时 朝鲜可能在朝鲜半岛挑起战端 俄罗斯也可能在有争议的北方领土趁虚而入 中共将通过分散美日兵力的方式 阻止军队集中在台湾 因此为了反制 西方国家在东盟和印度洋的军队 也需要向中共施压 让中共的军力也被分散 美日印澳应当加强同东盟国家的合作 联合防御中共 分析指出 习近平的中国梦和强军梦 把台湾跟日本绑在一起 台日之间必会朝着防卫一体化的方向默契发展 日本防卫副大臣近日已经表示 台湾和日本的距离非常近 就像鼻尖到嘴巴 所以日本会把台湾的和平稳定当做自己的事 而不是别人的事情 在不到一年之内 中国西部战区更换了四任司令 其中两人都是健康问题 而习近平近期在两个月之内晋升了9名上将 更是引发外界关注 香港《明报》分析说 习近平很可能因为病菌问题内心犯愁 明镜的文章说 习近平近期内打破常规 连续晋升上将 有许多许多蹊跷之处 其中蹊跷之一是 西部战区在不到一年之内换了四任司令 去年4月 阴满65岁的西部战区司令赵宗奇 到11月仍在超期服役 去年12月 10年58岁的中部战区副司令赵旭东接替赵宗奇 当月在北京晋升上将 但刚过半年 今年6月 张旭东就被只比他小4个月的战区陆军司令徐启玲取代 又过了两个月 徐启玲又被汪海江取代 文章引述消息说 张旭东是因为健康原因而无法履职 而徐启玲的健康状况近期也传出了问题 因此才会被只比他年轻三个月的汪海江取代 西部战区在共军五大战区中 辖区面积最大 司令部设在四川成都 是对印度、阿富汗的最前线 连续两任司令健康出问题 让外界十分关注 时事评论员魏晋表示 西部战区司令再次换人 可能是长期养尊处优的中共军头 吃不了高原之苦 他说 这只能说明习近平养着一支病军 下层军官因为常年在高原 更饱受恶劣气候和病痛之苦 战斗力大打折扣 魏晋还提到央视画面显示 习近平和前两次成批晋升上将一样 在大多数的时间面无表情 甚至略带愁苦 9月26日 德国将举行全国大选 民调显示 执政党联盟党的支持度落后社民党 在选情告急的情况下 德国总理默克尔近日公开表态 力挺联盟党的接班人拉舍特 据德国之声报道 默克尔近日在德国下院发表演讲说 德国选民在未来几天将面临抉择 一个是在路线极左的左翼党 社会民主党以及绿党支持下构成的政府 另一个是能把我们国家 带往未来和现代化的政府 他还说 这是一次特别的选举 因为这将决定德国在困难时期 国家未来的走向 他认为 只有让基督教民主党 和基督教社会党联盟执政 并让拉舍特出任总理 德国政府才能有一个稳定、可靠、温和、中立的形象 已经领导德国走过16个年头的默克尔 早在2018年就宣布 不再角逐连任 据分析 这可能是他在大选前最后一次在国会发表演讲 最新民调显示 路线中间偏左的社民党 以25%的支持度跃居第一 领先其他政党 是2006年以来首建 而保守派的基民基社联盟则跌落到19% 创下二战以来的最差记录 而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萧尔茨 顿时成为选民最青睐的总理候选人 现年63岁的肖尔茨被政界形容是细心谨慎 自信且野心勃勃 财政观点相当保守 他曾经反对保守派提出的调降富人税的竞选政见 支持提高最低工资 他也是亲欧派支持欧元区更加整合 以及提高欧盟预算中的德国占比 肖尔茨近期还一再跟左派党划清界限 他曾说 如果左派党不在公共财政北约军事联盟 还有和美国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等层面上 做出清楚的承诺 他们就不适合参与执政 9月8日 香港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和另外三名常委 被香港警方逮捕 对此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发推文 谴责中共打压香港异议人士 英国外交部长多米尼克拉布 批评香港警方逮捕民主团体成员 他在推特上说 今天港警逮捕香港支联会成员 是北京利用国家安全法来瓦解公民社会 和扼杀香港政治异议人士 又一次令人不寒而栗的表现 据香港媒体报道 9月8日早上 香港支联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邹幸彤 以及常委梁锦威、邓岳君和陈多伟 遭香港国安处逮捕 理由是他们拒绝交出证明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的相关资料 9月7日 邹幸彤等人进入香港总部递交信件 否认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 当天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警告说 如果有人不应国安处的要求交出资料 当局会迅速采取行动 邹幸彤在9月6日接受香港商业电台的访问时说 国安处称支联会为外国代理人的说法没有事实依据 他重申 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 支联会只是一个接受捐款的民间组织 并非外国代理人 邹幸彤9月7日还说 他认为即使放弃抗争 中共政权也不见得会放过你 我想同香港人讲 要继续抗争 不要屈服于无理强权之下 要顺从自己的良知而活 继续做对的事 立场新闻引述香港警察的数字显示 自从去年香港实施国安法以来 有143人因违反国安法被拘捕 其中有64人没能获得保释 北京当局对大陆娱乐圈的整肃仍在进行中 中共官媒9月7日再次发文 点名范冰冰和郑爽 说一人成立的演艺工作室已经成为逃漏税的手段 应当严加惩治 今年截止到目前 大陆已经有超过600个演艺经济相关企业被注销 中共官媒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7号发文说 据统计 到2025年 中国演艺产业的市场规模 将达到679.43亿元人民币 而在巨大的经济利益背后 使有演艺人员逃漏税的情形发生 文章说 据业内人士透露 成立独立的工作室 并精心挑选注册地 成为了演艺人员逃税的主要方式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秘书长潘燕说 设立工作室不再是一个可以逃避责任的挖地 从范冰冰的逃税事件 到今日中共国家税务总局公布 郑爽逃税案件的处理决定 罚款共计2.99亿元 接连透露了相关部门严惩逃税行为的决心 北京岳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岳深山也表示 只要演艺人员有刻意逃漏税的行为 即便把工作室注销也无法免责 如果主观上就是想少缴税或者不缴税 又实施了相应的手段 是不受追溯期限限制的 而且还得交至纳金 中国一线城市的楼市近日全面冷却 数据显示 8月份上海楼市的二手房量价急跌 成交量环比下降24% 同比下降40% 与此同时 北京、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的楼市 也出现同样的情况 上海链家研究院的监控数据显示 8月份 上海全市共成交二手房1.8万套 环比下降24% 同比下降40% 成交金额574亿元 环比下降30% 同比下降44% 套均总价318万元每套 环比和同比都下降7% 北京方面 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 8月份北京二手房住宅成交量为15942套 环比下降10.7% 同比基本持平 由于往前相对之后 实际成交量的下滑幅度超过20% 广州方面 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 8月份广州一手房成交7000套 是近15个月来的最低水平 深圳方面 自从2月份出台二手房官方指导价后 深圳二手房成交量一跌再跌 深圳住建局和Q房网数据显示 8月份深圳二手房成交量已经连续第5个月下跌 仅成交2043套 创近10年来同期最低水平 去年同期 深圳二手房成交量为11322套 华创证券宏观经济研究主管张瑜近日表示 房地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拖累 金融大鳄索罗斯近日也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说 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在酝酿一场巨大的危机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午夜西门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订阅转发 我们明天再会